这个夏天,湖人最主要的功绩,是一次年1.53一卸下扎姆斯,就凭这个签军,他们成了惊吓最大的赢家之一。 8月初,ESPN还将湖人惊吓的操作评级为A,除了詹黄,他们也曾尝试交易,得到马茨德伦纳德,但是马茨将目标放在了英格拉姆,库兹马等人身上,湖人宁可失去两届DPOY得主,也不愿失去两位成长中的年轻人。 近日,美国媒体对下赛GNBA的五大主要奖项进行了预测,除了詹黄斯将当选常规赛MVP,东西齐将获得最佳新秀,是罗德将成为最佳第六人,罗纳德将重获最佳防守球员奖之外,忽然榜眼英格拉姆,也被预测,将获得剑附最快球员奖,虽然只是预测,但是英格拉姆出现在这个榜单中,还是有些意外。 上赛季是英格拉姆的第二个赛季,他场均得到16.1分,5.3篮板3.9助攻,这份数据在队内综合排名,第二,其实并不属于兰德尔的场均是6.1分8篮板2.6助攻,而且叫他本人新秀赛季场均9.4分4篮板2.1助攻的表现,有大幅度的增长,大约这也是魔术师约翰逊十分看好他的原因, 不过他若能成长为进步最快球员,还是有一定难度。 颁开最近20年的数据,前一个赛季场均得到16.1加5.3加3.9,校赛季要拿进步最快球员奖,数据要达到25加5加5左右才行。 比如麦迪2000-01赛季夺得该,奖券就是这样,当尼格兰杰2008-09赛季扩降时,起点很高场均19.6分61篮板,最后的数据也达到了场均25.8分51篮板2.7助攻。 如果因格拉木有此成长,球队校赛季或拿到西部前三,虽难以有事,但球队或不具火箭、雷平。